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Miss Chao Chao教室 今天要讲的是小五小六情分史的Tenses 如果是中一至中三的你想巩固你的Tenses 又或者小三至小四的你想月级挑战都可以的 这个Tenses懒人包已经包含了你小一至中三的Tenses 你以为好像很多这样,但其实两页就已经完成了 究竟这个懒人包有什么?马上去片吧! Tenses最基本包含三个元素 包括是Past Tense,Present Tense和Future Tense 你看到只是需要两页子 就已经包含了所有你由小一学到中三的Tenses 但这一课我们是不会讲完所有的Tenses 我们也是集中小五和小六情分史里面所考核的元素 即是第一版的 Simple Past Tense Past Continuous Tense 到第二版的 Past Perfect Tense 到Present Tense里面的 Simple Present Tense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第二版的 第二版的Present Perfect Tense 和到第一版的 Simple Future Tense 因为今次这条影片最主要是给小五小六情分史的学生 所以当中的Tenses 都是情分史里面考核得最多的 亦都不涉及Passive Voice 好,那我们来做练习吧 今次这篇文章的主题叫做 School Walking Bus Tackles Lateness and Absenteeism 即是这一间学校 做了一间叫做Walking Bus的物体 去处理同学迟度和矿货 这间学校叫做Saint John's Primary School 你一见到Keywords Last Year 就知道是Past Tense 所以我们答案的位置 就应该给Past Tense 即Start的Past Tense就是Started 继续看下去 你会见到这句句子 在一个Quotation里面 所以立刻要Hightlight它出来 告诉你 有可能它里面的Tense 跟前面会不同 立刻见到就有个Keywords For Three Years 即是一个Duration of Time 即是一段时间 由以前到现在 即是Present Perfect Tense 即答案是Half Tried Tried的串法是Tried 如果想做好Present Perfect Tense的同学 一定要背熟Past Participle的Table 我们看下去会见到它里面写到 Hight Teacher Jane Gray was so excited 它的Wats提示了你 这里应该是Past Tense 亦是一个Quotation以外的东西 我们来的这个答案 亦是Quotation以外的 即是和Wats Excited 应该是相关的 再看到一个Sat 即是前面的老师在说话 就更加认证了之前 Wats Excited的Past Tense是正确的 然后到第三题 你看到它有两个Blank 而且它想表达的东西 就是老师觉得这个活动已经超出了它的预期 所以本身就应该是由之前到现在 它做的东西超出了它的预期 但因为是Past Tense里面的Present Perfect Tense 即是说你看看那个懒人包 就会看到如果是想表达Past Tense里面的Present Perfect Tense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到Past Perfect Tense 所以就会是Hat Exceeded 去到第四条 你又看到Quotation出现了 The data Tell Tell 我们未知是什么Tense 我们继续看下去 看到In the Past 这个Keywords 告诉你应该用到Past Tense 所以这个位置 第五题的答案 因为25个Children 这个位置应该是重数 所以就不应该用What 应该用Where 继续看下去 你就会看到 它说以前 虽然就差不多有25个小朋友 会迟到的 但去到现在为止 Since the launch of the scheme 即是自从我们计划实施了之后 即是说由以前去到现在 即是Present Perfect Tense 所以就会是Hat Dropped 因为这个Hat 是referred to the data 所以The data 是It 所以我们就应该用到Hat 我们去到上面这个位 因为Data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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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说给我们 所以就应该用到Present Tense 即是Tells 到下一段 你见到Teachers Support staff or volunteer parents 最重要是 Every morning 即是用到Present Tense 每天都是这样做的时候 而刚才有三个团体 即是中数 即是我们只需要用到Lead 那就OK了 好了 就是一些老师 和一些员工 和一些家长 去负责带领这一辆所谓的巴士 其实这一辆巴士 就是人育巴士 去到第八题 就是了 这里继续连续住 刚才Every morning 的元素 都是说每一天 他们这样做同一件事 所以这里就应该用到Present Tense 即The bus Stars 因为The bus 是It 所以今次就要加一个s 给他了 记住 记住 那s 不要漏了那s 很多同学都因为s 失分很多 到第九条 仍然延续住 刚才Present Tense的元素 所以今次就应该用到 Goals 因为是It 而他也给了你 Accept Times 即是一些固定的时间 更加肯定 这个应该是Present Tense 下一题 看到的是Modal Verb Can Can 后面是打回圆形 什么都不需要转 所以后面这里 自然的就是 Join 下面由One Day开始 已经告诉你 它应该是Past Tense 再加上When 你看看懒人包 就会看到 When 是属于Past Continuous Tense 的一个keywords 看完这句句子 你看到它是想说 当旅程继续进行的时候 有一个小朋友 他就想来参与人育巴士 你看到它的what 这个keywords 是告诉你 它是Past Tense 那这里 因为它的Journey What's going on The journey 是一个长的元素 而后面 那个小朋友去参与 这个Join 这个字 是一个短的元素 所以前面就应该用到 Past Continuous Tense 就是What's going 而后面就应该用到 Join Past Tense 继续下去 Everybody 记住Everybody 如果是Singular 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加s 但是因为这里 也是说 One Day 所以就是Past Tense 就是Applauded 也就是拍手 希望拍手去鼓励他 继续去参与这个活动 你看到On 这个Prep Position 后面就应该用到 During I N G 就是Joining 要留意的是 虽然这里有个keyword In the future 但是这个位 其实它的keyword 是没有用的 因为它想说的是 继续下去 继续参与 而参与这个字 Joining 已经因为有 Pap Position 后面的gerent 所以已经用了 Joining 所以这个In the future 就是一个keyword 但是它是一个 没有用的keyword 继续看下去 就看到 又有另一个keyword Since Last Week 即是自从上个星期 自从上个星期 应该是想说 自从上个星期到现在 所以这个第16个答案 应该用到 Present Perfect Tense 想说的是 he 和one of the pupils 所以应该用到 has also joined 不要忘了 我们第15条 都还没填 这里想说的是 one of the pupils 他时时都用一架轮椅 所以我们应该用到 Present Tense 即users 去到第17题 就是说的 这个同学 他之前 是要搭一架的士 回学校的 因为这个before 告诉你 他之前是做这个 所以就要用到 Past Tense 即是hard before 你在懒人包里面 就会看到 present perfect tense 里面的时候用的 这里就不是说 由以前到现在 而是说他以前 才要搭的士 它也是一个 用来哄你落答的 一个keyword 后面又有一个魔鬼 就是这个now 见到now 你很多时候会想起 他现在这一刻在做 但你想想的就是 他现在想说 是他 时时都会这样去 walk some of the way 所以呢 这个he 就应该用到 present tense 就是walks 在下一题 他想说的是 时时的同学都会帮他 而other pupils 是中数 所以就用到help 到最后 在quotation quotation quotation就是说 tenses的转换 look 那就是说 他现在这一刻正在做 所以就会是 they are pushing 究竟这一堂的take home message 有些什么呢 第一 先穿好你的keywords 你有锁匙才能开到动门 keywords在懒人包里面 已经帮你highlight了 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记得 哪一个的keywords 属于哪一个的tense 你一圈到这个keywords 的时候 他已经告诉你 时间性是如何 当然 有时候 这些keywords 会有一些tricky的部分 是要哄你落答的 但是 大部分情况之下 这些keywords 都可以帮助你 去得到一个 对的答案 第二 就要留意 前前后后给你的verb的提示 究竟前面的verb 是不是past tense 来的呢 或者前面的verb 是不是present tense 前前后后的verb 都是帮你 去得到你正确答案的提示 第三 你有没有留意到quotation呢 quotation 就是说他在说东西 在说东西的时候 那个tenses又会不同 那就要看一下 当时他说的东西 是属于什么的事态呢 因为一见到quotation的时候 多数都会和quotation以外的答案 是会不一样的了 第四 还要留意句子的意思 即使他有keywords 他有quotation 还要留意当中里面的意思 是不是他的keywords 给你的东西呢 那你就会万无一失 就算他的keywords 并不是真的表明是他的tense 因为你知道句子的意思 也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 如果你觉得这条片有用的话 就给个like来告诉我 如果你有朋友仔和同学仔 就和他们开心share 但是如果你想做自私精 不让你的朋友比你的话 就大大声跟他们说 不要subscribe to misschocho的channel 还有 片尾的最厉害是你提 之后留言 告诉我答案 就真的最厉害是你了 就这样吧 拜拜